一起来关注一下3月27号的重大新闻 解放军在东海举行实弹演习 近日解放军出动多艘导弹舰在东海举行实弹演习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航母及多艘军舰近期在东海地区耀武扬威 下一步还将进入朝鲜半岛 解放军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出 维护祖国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 下一条消息 马英九率团对大陆进行访问 3月27号下午 马英九率团抵达上海 并将赴南京、武汉、长沙等地 这次来到大陆 马英九除了要祭祖 还将率领青年学生跟大陆进行交流 马英九表示 等了36年才有机会来到大陆访问 自己非常高兴 再来关注 美军在南海敌近侦察超过1000次 据统计 2022年美军在南海地区派出各类侦察机 对中国进行抵禁侦察 总数超过了1000架次 此外 美军还派出了更多的航母两栖攻击舰来到南海 大有跟中国开战的架势 美国必须清楚的是 不管派出多少装备 一旦发生冲突 都将葬身海底 下一条消息 日本间谍在北京被逮捕 3月27号 外交部证实 一名日本籍男子 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被逮捕 据悉 该男子是一名药企高管 事件发生后 日本方面要求中方释放此人 但从目前的情况看 男子已经触犯中国法律 将会在中国接受审判 再来关注 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 3月27号 日本方面称 朝鲜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 均落在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外 日方向朝鲜提出了严正抗议 但值得一提的是 朝鲜方面对日本的态度 向来都置若罔闻 我们下期见